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已經去Tito回歸 收到超高人氣的女團女祭祀 昨天卻以NB抄襲了韓宗無安多家 而引起了網友們的熱議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網友們質疑相似的部分 甚至也有網友製作了Tito的原版NB 因為爭議越來越大 製作該NB的導演也親自在IG發了現實動態表示 聽說這次製作的NUGESNB 引起了抄襲無限挑戰的爭議 透過這裡我想明確地表示 並不是抄襲 如果有覺得相似的部分 希望能理解成是題材的相似性 這題材的相似性 之前也是在《魔玩多人》出演過的片段 這位導演是為了有趣而上傳了這個線動 但是好像有部分網友們誤會了 沒過多久 導演又上傳了一個現實動態 我只是開個玩笑而已 卻收到了很多姻緣的DM 實在是很難一一回覆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啊 笨笨的人 真的以為導演是認真發的線動嗎 這是什麼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很嚴重的事情了 這導演真的很愉快 我覺得找到這些的人更厲害 然後大家知道嗎 可能最近韓國演藝圈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所以就有記者趕緊報道了這件事情 MVCMV抄襲了MWANDOZEN 製作公司 題材的相似性 標題寫得非常嚴肅 結果導演轉發這個留言後再次留言 不是 是開玩笑的 12月21號 KBS電台公佈了限制出演KBS的藝人名單 其中包括酒駕被捕的 KIN SEI RON QUAK TO WON SHINE SONG 以及因為服用非法藥物被罰的 他將我 GUN SPYKE P I 這些藝人都被暫停出演KBS電台了 而KBS電台表示 被社會上引發爭議的人應該被限制演出 正在被起訴或者還沒判決的藝人 會有臨時演出的限制 已經被判決的藝人要限制演出 所以華語圈的大家覺得 曾經犯過錯被罰過刑罰的藝人們 是不是該被限制出演電台呢 前段時間 YG前代表楊安森被爆料 威脅別人做偽證 而引起了很多網友們的關注 今天 韓國法院公布了議審判決 首先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事件的經過 A某在2019年舉報了 在2016年的時候 自己幫YG藝人購買過毒品 楊安森逼著自己做偽證 而面對A某的指控 楊安森一直表示沒有任何威脅的言行 今年11月14號的時候 警方對楊安森威脅做偽證的事情 申請判處三年有期凸顯 但是今天 首爾地方法院正式對這件事 進行了公審 一審判決為無罪 目前韓國網友們的反應都是 早就知道會這樣了 有錢真好 但是也有網友表示 真的是因為沒做過罪 才會判無罪的 所以對於楊安森一審判無罪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 掰掰 訂閱 按資鈕 按資鈕 字幕視頻 這個人 每周都 請 賀